快27次列车,是中国铁路及朝鲜铁路共同担当运行于中国首都北京至朝鲜首都平壤的一趟国际连运。 快速列车,自1954年5月21日起开行,是中国与朝鲜之间开行的首趟国际连运列车。 列车在中国境内快越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四省市,在朝鲜境内快越新一州、平安北道、平安南道和平壤四道市。 全程1364公里,运行24小时18分。 本期我们一起了解平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津站 唐山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海关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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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站 本西站 山海关站 凤凰城站 丹东站 新益州站 东林站 定州站 山海关站 平壤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朝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平壤位于朝鲜半岛西北部 大同江横跨其中 因其地势平坦而得名 大同江与其支流流金市中心 是朝鲜半岛历史最悠久的城市 相传早在谭军时代就被定为都城 全市下达18个区域 全市下达18个区域 总面积3194平方公里 截至2011年 全市人口约325.5万人 平壤是著名的旅游圣地 仍保留着高沟里古城 安赫宫遗址 广法寺等历史古迹 平壤因古石遍布柳树又称柳京 因提倡植树造林 推动环境保护 成为一座花园城市 市区80%为公园等绿化用地 市民的人均绿地面积达到58平方米 是世界上绿化面积比重最大的城市之一 谢谢观赏 敬请关注